今天聊聊AI医疗 这个人工智能将彻底提高生产效率 没有什么领域比医疗保健更迫切的了 那这个要想这个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 医院爆满 还有人口老龄化 这个拥挤的医院 不堪重负的医护人员 所以呢一场效率革命早就应该到来啊 但是技术专家们空洞的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 而结果却惨不忍睹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一个充斥着傲慢炒作和虚假的行业啊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1年RPM沃森系统在问答节目中 首次击败了人类啊 获得了冠军 第二天RPM就极不可耐的宣布了沃森职业的新方向啊 成为一名人工智能医生啊 随后身价大赏的沃森逐渐成为RPM乃至全球人工智能项目的代表啊 为了成功进行商业化啊 RPM随后开始了大举的宣传啊 RPM承诺沃森将在18到24个月内推出首个用于医疗保健的商业产品 17年RPM首席执行官罗瑞兰公开鼓吹啊 沃森医疗可以改变医疗保健的方方面面啊 并称医学界将迎来人工智能的黄金时代啊 那几年RPM施资40亿美元收购了一系列与健康相关的公司 这些业务已经成为RPM沃森医疗的一部分 RPM希望构建一个海量的患者数据库 并应用算法来挖掘其价值啊 这个理想是美好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啊 这个18年7月沃森医疗出现致命的错误啊 推荐的治疗建议会导致患者死亡啊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啊 到了19年4月RPM宣布 由于市场表现不佳 停止开拓新客户啊 那沃森医疗呢 一度被人们形容为笑话 一个骗局 阿扁木沃森医疗推出的产品 一点也不像人们想象中的超级医生啊 一位医生愤怒的说 这玩意儿他就像一坨屎 我们买沃森医疗来 是因为他营销搞得很厉害 结果买来之后呢 他什么都做不了啊 这是一个医生真实的想法啊 沃森医疗呢 就这样惨败草草收场了啊 草草收场了 德转星移到了二三年的今天 生成是人工智能啊 我们后面就简称AI了 能否推动医疗保健的革命呢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院长 劳埃德·麦娜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啊 他认为AI领域近期的进展 让我们能够实现AI医疗的设想 麦娜表示 AI模型将影响医疗保健的每个方面 从患者护理和日常行政管理 到医疗培训和新药发现 他表示互联网让我们能够获取信息 而AI让我们能够吸收知识 人类历史上有一些拐点 比如语言 印刷机 互联网 我认为生成是AI 是一个类似的拐点啊 这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院长 给出肯定的答案啊 AI已经开启了各种可能性啊 有望以更高效的方式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其中一个领域就是手术啊 由外科医生纳丁创立的初创公司 林进 在征得手术人员和患者统一后 录制了两万多个手术过程 创建出一套新的数字医疗资源和基础设施 该公司的使命是构筑一个全球平台 可以实时分享最佳实现并改善培训 并列回顾和患者安全啊 林进可以使用AI来提供丰富的手术数据 追踪手术器械并生成患者报告啊 这是在这个手术的一个案例啊 那参加该项目的一位研究人员 对这项技术得到验证后 对提升全球医疗保健水平感到振奋呢 谷歌医疗AI研究员维维克表示 他在印度长大啊 他认识的一些人一辈子从未见过医生啊 AI将在哪个领域产生最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想象 数十亿人口袋里装着一名世界级医生啊 这真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啊 这是一个诱人的前景啊 在摩尔定律的影响下 未来十年 算力预计继续大幅度提升啊 更多的算力预示着更多的训练 会让AI更加智能啊 遥想1985年啊 发布的这个386处理器啊 让英特尔一战成名的386处理器啊 有27.5万个晶体管啊 在当时已经很多了 那到了23年 苹果M2 Max处理器啊 就是今年上半年发布的 已经有671个晶体管了 671个晶体管了 所以呢 口袋里装着一名世界级的医生啊 不是幻想 未来十年一定会实现啊